就算他跟你诉苦了 也很有可能他也跟了ABCDE那些男生们诉苦 没有关系 只要你这次安慰对了 就可以让他觉得说 你才是真正适合他的那个人 哈喽大家好我是左蕾萱Jesse 今天我想要讨论的是 大家常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到底该如何去安慰一个女生呢 首先我要跟你说 如果女生愿意找你诉苦啊 至少在心理上面 他对你是有一定的信任的 但是这不表示他不会对其他的男生诉苦 所以就算他跟你诉苦了 也很有可能他也跟了ABCDE那些男生们诉苦 没有关系 只要你这次安慰对了 就可以让他觉得说 你才是真正适合他的那个人 首先在他跟你说 他有多难过多委屈的时候 你要先展现的是 你理解他的委屈 你理解他的难过 你理解他为什么那么的不高兴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女生今天之所以来找你诉苦 并不是要跟你寻求什么解决方式 男生们实在不用跟女生讲说 我跟你说啦 其实你看事情不用那么的悲观啦 那你主管那样说也是为你好啊 你这个时候应该要 才对啊 严禁说教 就算你没有想要说教 但这些大道理啊 在他这么难过的时候 听起来只会觉得说 拜托 所以呢 你说的这些我会不懂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展现的就只是 哦我理解 我明白 我懂 这样子的情绪 你只要这样做 他在心理上就会觉得 哦你们两个人就在你距离更近一点了 当然啦只展现出那种 我理解你呀的情绪 其实还不够 你要加强这样的印象 让自己这种理解他的情绪 更有说服力 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分享你自己的经验 像是他可能在职场上被主管骂了 那你就可以说 自己刚进社会的时候啊 也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此你对于他的委屈能够感同身受 这边我想要稍微提醒一下 这个时候啊 严禁炫耀自己 就算你真的很辛苦的熬过了那次的过程 后来得到了很棒的成就 也不要在这个时候拿出来炫耀 因为这个时候人家在难过了 听到你这样子会觉得 你现在是想要说我不如你 还是你只是想要借着 踩着我的痛处 来炫耀你自己有多好 我知道这样听起来很不讲理 但是人家就在难过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要多体谅对方一点的 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你今天已经很难过 我很失忆了 而你的朋友这个时候跟你说 哎呦别难过啦 我之前也是这样子 但你看看我现在还不是第一名第二名的 那你听了会觉得 呃那我现在第一名第二名了吗 你现在跟我提这个事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再加上那次的经验如果是不好的 那更可以跟他说 毕竟人就是这样的嘛 看到别人过得那么惨 就会觉得 嗯 自己好像不是最惨的那个 在经验分享以后啊 再把话题绕回他 毕竟这次的话题主角是他嘛 又不是你 所以一定要把话题绕回去 说也就是因为上次的经验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这么生气难过 而且我也跟你一样生气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这会让女生大大的觉得说 哇这个人跟我是同一阵线的 而且这个人还为我生气耶 那那种亲密度就一下子增加了 本来你们两个还没有踏入暧昧关系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安慰方式 让他觉得说 我们两个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陌生耶 那最后再跟他说 虽然你不太会安慰人 但是如果需要你的话 你随时都在 所以这句话听起来应该会是这样子的 那个我其实没有什么安慰人的经验 但是如果你想讲讲的话 也可以跟我说啦 这句话里面啊 不但表达了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拥有你的支持 还很心机的展现说 我这个人其实平常没有在安慰人的 所以我刚刚说的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没有半点虚假 也会让你刚刚的那份安慰显得更真诚 好啦如果你觉得最后这个太心机了 不太会安慰人这个可以拿掉 但是一定要表示说你是支持他的 如果他有任何的委屈不满 都还是可以跟你说 以后遇到女生跟你诉苦的情况啊 不要再傻傻的说 嗯嗯哦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耶 而是用我刚刚的步骤 好好的去安慰人家吧 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点点滴滴累积出来的 抓住每个增加好感度的机会 说不定他就会慢慢爱上你 我是左蕾轩杰西 以上就是我这次的分享 希望你喜欢咯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帮我订阅加分享 而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